74年75年这个地方我就接触它了 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浩子挺有兴趣 怎么我上船上看他们就是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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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带劲的 我当时感觉那个时候那个 什么我都觉得挺有兴趣 时间长了 我对它也产生影响了 对那一辈长海人来说 浩子是离家送别的歌曲 也是平安回家的讯号 船上的人和岸上的人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迎来送往 传情达义的 天天没有耗子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 我们就变了法 也把它传承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 波及耗子基本是传在学秀 传在季节传在学生身上 2010年 长海耗子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把耗子传承下去 刘玉莱已经教了好几个小徒弟 昔日粗犷苍凉的长海耗子 从稚嫩的孩子口中唱出来 是另一种新鲜的感觉 我上来喽 我是你们打的鱼 那个我特别感兴趣啊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啊 因为我们本来生活在岛上 因为岛上靠海 海上必须靠打鱼来生存 那你学了几只了 好几只了 好几只了 数不清 数不清啊 你有没有教过其他的小朋友 你说我会这个 我想教你们 教过吗 没有 一直在保密 一直在保密 为什么保密啊 好东西不想跟人分享啊 不想跟人分享 你太坏了 以后记得啊 长海耗子这么好的东西 一定要唱出去 让大家都会 让你的小朋友一起都有劲 你说呢 您家里人还有人 会这个长海耗子的吗 我们家家男子汉都会 女的也有会的 那您家多少人了 我们家有四十来口吧 四十来口 这大家族啊 大家族 我们家现在是叫六江大院 哈欠到六江大院 一会儿我们带你们去看一看 那咱们现在赶紧出发吧 好不好 好好好 走 刘大哥告诉我们 他们家就在长海县的哈仙岛 一家姐妹兄弟八个 有三个还在老家居住 现在 大哥家里特地盖了几间新房 就叫刘家大院 兄弟几个经常在大院里聚会 大哥我这还没进院 我就听见了这个有乐器声 这是从哪传来的 他们就在这个刘家大院 刘家大院 那我就去这边 大家好 打扰了打扰了 这怎么称呼这些 这个我很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大哥 你好你好 这是我的二哥 你好你好 三哥在这 这是三哥 我是老四 听刘大哥讲 今天这聚会 还真不是为了我们特意准备的 他们哥几个平时最大的爱好 就是聚在一起排练节目 每个人都有一件拿手的乐器 自家人就能组成一个小乐队 刘家人就最喜欢唱歌 而扭秧歌 一家人用这种方式 自娱自乐 把当年的苦日子唱出了甜头 这种东西 小乐队 想要 小乐队 一说 小乐队